欢迎来到我们的中国股市节目 我是你们的主持人 刘英子 首先 中国央行行长潘功胜表示 人民银行将继续实行宽松的货币政策来刺激经济 但强调不会采取量化宽松措施 他透露 央行正与财政部商讨在二级市场购买国债的计划 但这将是一个逐步的过程 这一消息引发了市场的广泛关注 接下来 马来西亚计划加入金砖国家集团 成为继泰国之后第二个开始加入程序的东南亚国家 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伊布拉辛在与中国总理李强会面时提出了这一请求 并希望得到北京的支持 这一举动反映了中国在东南亚影响力的增长 以及马来西亚与中国之间的密切经济关系 最后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宣布 在上海设立亚太区域中心 旨在加强其在亚太地区的参与和合作 这一中心将促进政策研究 并深化IMF与区域内成员国及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对话 该消息是在上海陆家嘴论坛的首日宣布的 标志着IMF在亚太地区的新一步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南华早报报道 中国央行行长潘功胜在上海举行的第15届陆家嘴论坛上表示 中国央行将继续推行宽松的货币政策以刺激经济 但同时坚决避免西方式的量化宽松 潘功胜透露 央行正在与财政部商讨在二级市场购买国债的事宜 强调这将是一个逐步推进的过程 并非量化宽松 他指出 这一措施应被视为流动性管理工具的一部分 而不是大规模刺激 尽管市场讨论是否需要更强的支持措施 但潘功胜重申了央行的立场 即通过结构性工具 如在贷款 公开市场操作和降低存款准备金率 来维持适度的流动性环境 中国经济在疫情后仍然面临挑战 房地产投资在2024年前五个月同比下降10.1% 工业产出和出口增长 也受到美国和欧盟对中国商品的新关税影响 分析师认为 如果没有更多政策措施 中国今年的GDP增长目标5%将难以实现 Nikai Asia报道 马来西亚计划加入金砖国家集团BREX 以寻求与全球南方经济体的更紧密联系 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伊布拉辛 在与中国总理李强会面时 正式提出了加入BREX的请求 安瓦尔在接受中国媒体采访时表示 马来西亚已经做出了决定 并将很快启动正式程序 BREX是一个成立于2006年的政府间组织 旨在促进成员国之间的经济合作和政治对话 马来西亚的这一举动 正值中国在东南亚影响力日益增强之际 在李强访问期间 两国签署了14项谅解备忘录 涵盖贸易投资 数字经济 绿色发展等多个领域 马来西亚的外交部数据显示 中国连续15年是马来西亚最大的贸易伙伴 安瓦尔强调 马来西亚不会在超级大国之间选边站 他的这一立场得到了中国的积极回应 南华早报报道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宣布将在上海设立一个区域中心 以加强其在亚太地区的参与和合作 这个上海区域中心将作为一个枢纽 促进能够为新兴市场和中等收入国家政策 提供信息的研究 IMF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 中心将帮助深化IMF与该地区成员国 及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对话 包括国际金融机构 学术界 智库 民间社会组织和私营部门 IMF总裁克里斯塔利纳格奥尔基耶娃称 这一举措将进一步加强IMF在亚太地区的参与 深化对成员国观点的理解 并促进国际经济合作 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弓胜在启动仪式上表示 上海区域中心将深化IMF与中国的合作 加强亚太国家之间的宏观经济政策交流与协调 支持区域和全球金融稳定 Nike Asia报道 上海由于中国政府承诺提高公司上市标准 被内地交易所视为高风险的中国股票大幅下跌 凸显出北京在改革资本市场时面临的微妙平衡 最近几周 ST特殊处理股票成为焦点 政府表示将加强对上市公司的监督 上海和深圳的交易所会在公司股票代码前加上ST标签 以警告投资者存在的财务风险 例如连续多年净亏损或违反交易所规则 那些面临退市风险的公司还会在标签前加上一个星号 根据数据提供商温编制的ST股票指数 在6月6日创下历史新低 比年初下降了51% 之后回升了大约3% 中国的基准SSE综合指数自年初以来上涨了1.9% ST股票的急剧下跌 引发了投资者可能蒙受巨大损失的担忧 尽管ST股票价格通常较低 投资者购买它们是期望公司问题解决后 标签被移除时股价会上涨 金融服务公司瑞达期货的研究人员 在最近的一份报告中表示 在短期内退市数量有所加速的趋势下 需要保护不同地区投资者的权益 他们补充说 需要一种机制来缓解市场当前的焦虑 4月份 当中国国务院宣布一项 关于高质量发展资本市场的9点指南时 ST股票抛售加速 指南的一个关键项目 是实施更严格的退市规则 例如收紧强制退市标准和收紧财务退市指标 这些措施提高了监管机构 可能更快将问题公司从交易所退市的预期 投资者将关注证券 银行和货币监管机构 在周三开始的为期两天的 陆家嘴论坛上的更多细节 Nike Asia报道 吉隆坡 随着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 伊布拉辛欢迎中国总理李强进行双边会谈 马来西亚和中国预计将在基础设施 数字事务和环境方面深化经济联系 李强在区域访问中 于周二晚抵达马来西亚 此前 他已访问了新西兰和澳大利亚 成为自2015年以来首位访马的中国总理 两国今年标志着建交50周年 马来西亚外交部表示 领导人将讨论双边事务 并就地区和全球问题交换意见 两位领导人还将见证多项谅解备忘录和合作协议的签署 包括数字经济 绿色发展 旅游 住房和城市发展 高等教育 科学技术 以及农产品出口到中国的领域 该部在周二的一份声明中表示 他们还将出席中国支持的东海岸铁路连接项目的电金仪式 该项目位于吉隆坡附近 该仪式将标志着这条665公里长的铁路建设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截至三月底 项目已完成60% 该项目最初在2018年被前总理马哈蒂尔·穆罕默德暂停 后来缩短了长度和成本 但现已恢复到当前长度 作为中国在海外建造的最长铁路之一 该连接被视为双边关系升温的标志 也是北京备受争议的一带一路倡议的象征 根据马来西亚外交部的数据 中国连续15年是马来西亚最大的贸易伙伴 直到2023年 中国汽车品牌如广州汽车集团GAC 长城汽车 比亚迪和哪吒汽车正在马来西亚建厂 利用政府的激励措施和税收优惠促 促进电动汽车生产 安瓦尔在6月15日发表在南华早报上的采访中表示 中国人最具接受性 他们合作得很好 坦率且不显示傲慢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周一的新闻发布会上 提到这次采访时表示 北京赞赏安瓦尔的言论 中国希望与马来西亚一道 传承传统友谊 深化各领域合作 深化和巩固中马命运共同体 安瓦尔重申 他的国家不会在超级大国之间选边站 他在本月早些时候的一个论坛上表示 认为马来西亚在超级大国之间倾斜的观点 是对其国家利益的严重误解 南华早报报道 从9月23日起 香港将允许股票和期货市场在暴雨和台风期间继续开放 取消了已有70年历史的在严重天气事件期间关闭市场的做法 行政长官李家超周二宣布此举 旨在增强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竞争力 美国 日本和中国大陆的主要市场在恶劣天气下不会关闭 李家超表示 鉴于大多数交易是电子的 这样做是不正常的 交易所运营商 香港交易及结算所有限公司HKEX 香港金融管理局HKMA和市场监管机构 证券及期货事务监察委员会SFC 已告知全市160家银行和近600家证券经纪公司为新安排做好准备 根据现行做法 如果香港天文台在市场开盘前发出8号或更高台风信号或黑色暴雨警告 股票和期货市场将推迟开盘 如果市场已开盘 交易将在发出警告后15分钟暂停 信号降至3号后2小时恢复交易 但如果8号警告持续到中午或在中午后发出 市场将全天关闭 自2018年以来 风暴已导致市场关闭11次 包括去年4次 在新安排下 投资者可以在恶劣天气中继续交易香港股票和衍生品 并通过护港通和深港通购买内地A股和其他产品 投资者将能够继续交易股票和衍生品 经纪公司将赚取用金 政府将收取印花税 交易所和SFC将收取交易费用 根据5月份的日均成交额1400亿港元180亿美元 避免一天关闭 意味着政府可以收取2.8亿港元的印花税 经纪公司将根据0.15%的在线交易费率 赚取合计4.2亿港元的用金 HKEX将根据其0.00565%的交易费率赚取1582万港元 而SFC将根据其0.0027%的交易税收取756万港元 根据海外经验 股市成交量将类似于正常交易日 物理银行和经纪公司分行将在黑色暴雨和8号台风信号期间正常关闭 HKEX副首席执行官姚佳仁表示 投资者可以使用在线交易和数字银行服务进行交易和结算 HKEX将要求所有经纪公司确保其系统能够支持其交易员和员工 在恶劣天气下在家工作 8月份将进行测试 以确保远程交易顺利进行 HKEX表示 如果某些经纪公司需要要求某些员工在办公室工作 因为他们安排交通、保险和食物饮料 交易所将为需要更多时间升级系统的小型经纪公司 提供三个月的宽限期 直到今年年底 HKEX将在市场交易日内 结算这些经纪公司的任何未偿付款项 他们的交易将受到限制 直到他们全额还款为止 投资者应与其银行或经纪公司 讨论在恶劣天气期间的交易和结算服务 并准备使用在线交易平台和数字银行 香港的约1000家银行分行 将在8号或以上台风信号或黑色暴雨信号期间关闭 但在风暴前一天 存入银行分行的所有物理支票将继续处理 HKMA执行董事朱家文表示 资金转移也将通过电子方式完成 他说 HKMA已提醒银行分配足够资源 以维持电子银行和资金转移服务 银行正在准备的最后阶段 以支持在恶劣天气下股市的开放 日经亚洲 人权观察组织表示 中国当局正在将新疆地区的村庄名称 改为反映共产党意识形态的名字 以剥夺维吾尔族的文化认同 根据这份报告 2009年至2023年间 中国官方统计局网站上显示 约有3600个新疆村庄的名称被更改 尽管超过80%的更改 是技术性修改和修订 其余的涉及到维吾尔族的宗教 文化和历史 例如 位于克兹勒苏科尔克兹兹之州 阿克陶县的白色清真寺村 被改名为团结村 而以维吾尔族传统乐器命名的 都塔尔村 则变成了红旗村 这些更改被认为是中国政府 试图抹去维吾尔族文化和宗教 表达的一部分 报告将这些更改分为三大类 宗教关联 历史关联 和文化活动关联 人权观察组织的代理中国主任王松说 这些更改 似乎是中国政府 努力抹去维吾尔族文化和宗教表达的一部分 南华早报 德国汽车供应商博士警告中国电动汽车制造商 激烈的价格战不仅会损害其盈利能力 还会影响其作为全球行业领导者的地位 博士中国总裁徐大全 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 他向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了 创建公平有序的市场机制的建议 以避免国内车企和供应链供应商之间的恶行竞争 徐大全称 尽管中国公司在智能化和电气化方面处于领先地位 但只有高质量的增长才能对经济有利 提升中国公司的负责任领导者形象 他的建议是在中国电动汽车制造商和零部件供应商 因激烈的价格战而担心整体盈利能力的情况下提出的 与徐大全的观点相反 比亚迪创始人兼董事长王传福认为 激烈的竞争可以提高中国电动汽车制造商的竞争力 因为只有拥有最佳技术和制造能力的公司才能生存 南华早报 中国的房地产危机导致许多房主争相提前偿还抵押贷款 广州的一位大学教师蒋女士正在尽快出售她的两居室公寓 以偿还她在2022年底购买了一套更大房子的贷款 她表示 之前她认为房价和经济会一直上涨 但现在市场急转直下 房价持续下跌 许多中国家庭在过去两年中对投资预期和风险评估发生了重大变化 越来越多的家庭选择提前偿还贷款 国泰军安证券的一份研究报告显示 4月全国提前还款率创历史新高达到37% 尽管政府最近努力刺激住房需求和消化库存 但家庭去杠杆化的趋势仍在继续 分析师表示 尽管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来恢复房地产市场 但效果尚待观察 因为许多家庭可能转向银行存款和政府债券等更安全的投资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 由专业媒体人 学者 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 6度brief.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 都可以通过电邮 收到六度简报 我们在世界任何地方 都可以通过电邮 We're here to mix and pick Every topic's heart flick Six-degree chest God told me about that Like a crazy chest Share where we're at Grab a coffee quick Get your heart taste thick We're here to mix and pick Every topic's heart flick Six-degree chest God told me about that Like a crazy chest Share where we're at I could say What happened to you Ka crazy chest You might hear what you're at ISH- pine